谈繁伶俐 纯朴的彰化里 其实中信 中租 华硕 宏姬 振兴 这些台湾二十大国际企业的创办人 或董事长都是陆港人 现在跟着这些企业大佬来彰化吃美食 饱满仙科 裹上葱花 面衣 酥炸三十秒 彰化的额爹不太一样 我们这边的额拉叫做珍珠额拉 对 那我们这边的额拉是比较偏小 偏胖 偏宽 但是吃起来比较脆 切开金黄二爹满满内馅 放学后来上这一位 就是宏姬创办人施正荣 在就读彰化高中时的小确幸 觉得新鲜就够了啦 相隔五分钟路程 这家六十八年耕店也日卖五百碗 从胡瓜到王津平都是座上宾 吃过来十年了 它的料很多啦 气味很好 看这位掏客一口一口停不下来 这碗鱿鱿肉羹三十五块 填满木耳 笋丝 鱿鱿肉羹 炸肉 虾仁六种料 已经传承到第三代 就备料 备料到晚上 有时候还在想说研发出什么 比较好吃的 要一直研发 一直尝试别间口味 八十一年次第三代来接班 口味轻出鱼篮 凌晨六点就来备料 肉羹是猪后腿肉加鱼浆 还要大骨熬汤 从小说到道 鱿鱼啦 还是那个汤都不错 离开这么美味的彰化 还依依不舍的话 台博员工透露 董事长林伯峰也会请儿子 外带这家包子 温体猪肉馅配上爆炒过的香菇 口齿流香继续拼经济 东森财经新闻六指沈玉腾 张世奎 张化采访报导